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威力导演的一个功能 在我们的潘导师部落格中 曾经教过精彩动作重播 那么精彩动作重播很容易 比如说这一段我们来播一下 哪个人把仓鼠养在圈里合理的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重播这一段 很简单 只要右键点这一段 当然你要事先先把它切出来 然后复制 到这个不管是头尾 因为两个一样嘛 你只要贴上 就会两段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再按一下全片以后 按一下播放 哪个人把仓鼠养在圈里合理的 哪个人把仓鼠养在圈里合理的 好 这样就会变成精彩重播了 不过有一个网友来说 如果我想要把它倒转 然后再播 倒转再播 这样怎么做呢 很容易 不过你看这个动作往前走对不对 那你要它倒转 那这一段是不是要倒着播 然后再播一次 所以它这样的影片的数量 必须要再加倍 好 我们再贴上一次 也就是这是第一段对不对 播过来 第二段让它倒转 然后再播一次 这样才会完成所谓的重播动作 那么我们只要点中间这一段让它倒转 这样就可以了 倒转要怎么启动呢 来 请看这边有一个叫做威力工具 威力工具呢正好就在我们的头上 请看这边有没有看到 威力工具 我们按下它 这样就可以找到我们要用的工具了 好 来 我们按下威力工具 好 请看这边哦 威力工具有好几个哦 有视讯倒转 视讯裁切 视讯速度 旋转视讯 那这个明显的 我们就是视讯倒播 我们要启用这个功能 视讯倒播的功能 好 那我们只要在前面这里呢 把它打勾 这样就完成了基本的动作了 好 我们把它打勾 好 那我们来播播看 连声音也颠倒过来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以前讲过 这一段我们要把它选择 片段静音 不然这整个声音很奇怪 好 已经选好了以后 我们来到这 我们来全片模式来播一次看看 好 不过这样可能还不够 为什么 因为通常我们倒转要增加一点速度 才比较有趣味性 所以我们再把威力工具打开 视讯速度也把它勾起来 把它加倍 加倍 加倍 我们应该要 加多少倍啊 加太多倍了 加个 三 三 我想应该就够了 好 好 我们再来播一次看看 全片 全片 好 现在看起来是不太对劲了 因为威力导演他在预览的时候 并不会真的像影片这么流畅 那输出来以后我相信应该会好得多 那总而言之这就是视频倒转 重播 倒转重播的这个效果 希望你看得很明白 今天讲到这里 拜拜 拜拜 拜拜